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秀丽的山林,清澈的小溪 很難想像,這裡是水果之鄉,苗栗的佐蘭 而來到清涼消暑的佐蘭小鎮 今天的成間活動,就是要在山林裡玩水囉 好,熱身燒開始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炎炎夏日最適合的消暑方式 就是在森林裡面玩水啦 所以我們這一堂自然課 就是在我們這條溪 叫做什麼溪? 多罗顧溪 對,多罗顧溪上玩水 而且我發現我們多罗顧溪好漂亮喔 你看,這前面這個我們叫做它是什麼? 撲墨畫壁 撲墨畫壁 所以我們順便玩溪的時候 就可以順便欣賞美景 然後又可以順便避水 哇,太棒了 而且聽說這條溪上也有很多厲害的地方對不對 對 等一下,就要帶著阿超 可以去體驗囉 哇塞囉 哇齁,好爽喔 夏天會玩水 太爽辣了 而且我覺得啊 這邊很安全的就是說啊 溪水啊 滑下來之後啊 這裡剛好有一個小溝 所以說啊 你的腳不會碰到石頭 會不會受傷 很舒服 哇,完全像個天然的大澡膏一樣耶 好舒服喔 現在換Lulu下水表演囉 Show time Yeah 哇,不錯吧 哇 你們家實在是門前有小溪耶 很羨慕耶 哇 對啊 就想到一首歌 對 我家門前有小河 真的 真的 而且這條河又是這麼冰涼的河 哇,太舒服了 所以這個啊 要感謝我的寶寶寶媽 他們早在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就跟朋友介紹之下 發現這一派的寶寶 然後在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這裡啊 是整個都是原始林 然後跟一些前面的點住 但時候的這裡 都沒有太近的人進來過 是像一個世外桃園一樣對不對 對 所以我也在台北運輸啊 工作啊 十幾 快十年左右 然後 後來就是放下一個的工作 而來實現我 小小時候的小小夢想 就是慢慢的把這裡變成我夢想 東南鄉圈祥在這裡 有點像公主終於實現的夢想一樣 對不對 哇 下面就... 放在水裡面就不想起來了 哇 尤其是像我這麼會流汗的人 最適合在這種地方 好舒服喔 延年的最好 讚 現在我們今天不一樣的囉 那就是 蹄湖灌頂 聽起來很厲害喔 好 好可憐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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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於住在都市聰明的我來說 能夠在野溪上來個天然SPA 現在是件很享受的事 如果怕天然水柱太強 也可以找顆石頭 優雅的烤在上頭 靜靜聆聽大自然的聲音 在這得天獨厚的環境裡 當然也要有憋劇巧思的民宿 來搭配才行 嗨 大家好 今天Roy來到竹蘭丸 現在呢 要看看今天晚上喜歡住哪一間喔 因為每一間我們都是 偶心力選 驚心自主 真的 來 首先 這一間 熊熊甜心是吧 對啊 哇 我現在只有帶心有來 進來就看到 愛心 進來這一間喔 就是那種甜蜜蜜的感覺 對啊 只要女生看到這隻熊呢 第一個一定會受不了 真的 不要說女生的 連我男生都受不了 對啊 晚上可以抱著他吹冷靜 真好耶 所以傑如這房間也是你自己設計的嗎 嗯 然後所以 我們很有熊掌抱枕 也很可愛喔 真的耶 然後連我們的花器也有特殊挑選過 也是熊的 也是可愛的熊 所以說這一間的房間主題就是熊熊 天心 所以都是看到熊跟愛心 對不對 所以剛剛那棵甜心樹呢 也是我們直接不經過草稿 直接熟繪 從小喜歡塗鴉畫畫的Lulu 將自己的創作才華 充分地發揮在民宿裡 所以走進每間房間裡頭 都有著不同的主題故事 而就連戶外教室的彩繪DIY 也是Lulu的一個可愛夢想 大自然彩繪教室上課囉 Lulu啊 我們現在要畫的就是我們手上的就是風鈴 對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工具有哪些呢 好 首先呢 我們要用我們的改良過的壓克力顏料 這個是比一般市面上的壓克力顏料 還要乾得更快喔 然後還有呢 就是我們要擠顏料的白色小盤子 還有我們的筆 筆畫筆 好 所以我們工具都準備齊全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做上色的工作了 不需要太多的工具 靠著雙手就能體會彩繪的樂趣 這有點讓我想到以前小時候玩那種玩具模型 然後再幫它上那個 最後上氣上飲料 現在畫眼睛 眼睛是最難畫的部分 對 現在要吸口大氣 現在再滴汗了 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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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還有更精采的夜間課程登場囉 大自然夜間課程上課囉 開始囉 今天晚上呢 要開始我們的抓蝦大計劃 喔 我們是要到溪裡面抓蝦嗎 對啊 而且看 只有簡單的網子 和一個小水桶 還有我們的秘密武器 手電筒 這樣子就可以抓到蝦 表示說我們的溪非常的乾淨 沒有汙染對不對 對 所以等一下呢 下到溪裡不只可以看到蝦子 還可以看到橫整走路的 螃蟹 還有水裡一定會有的 小魚 對 然後另外也會看到小蝌蚪還有青蛙 有沒有那麼誇張 那麼豐富的生態 竟然都要在夜裡才看得到 那真的要睜大眼睛來認真瞧瞧囉 為什麼我們晚上才要來抓蝦子呢 猜猜看 該不會是蝦子是夜行性動物 很好 馬上答對了 對喔 所以晚上抓蝦 會比白天抓蝦來得容易許多 剛剛我們有講 秘密武器 就在我們手上的手電筒 所以首先我們要用我們的手電筒 在溪裡面的石畔石頭旁邊 開始找尋我們的獵物 怎麼找呢 首先呢 因為我們的手電筒 在這樣子晚上照的時候 只要是照到蝦子的眼睛 兩顆眼珠就會反光 變成亮晶晶的紅色 你就可以看到蝦子在哪裡了 對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要努力的去找兩顆會反光的眼睛 哇 聽露露說 感覺好像抓蝦很容易嘛 但是看半天 蝦子沒有看到幾隻 我們倒是先發現 橫著走的螃蟹 螃蟹耶 什麼螃蟹耶 好大隻喔 牠在幹嘛 牠在幹嘛 牠在牠手 快了 欸 這叫做順水推舟 好 你有滑梯的時候呢 我就在下面接就搞定了 好大隻喔 牠夾得好緊 你看牠 死不放手的耶 牠好害怕喔 夾得好緊喔 真的耶 這就是生物的本能 牠有訓練過對不對 哇 好深喔 露露 牠是怎樣 牠正在 變獨門秘技爬壁宮啊 真的耶 牠以為牠是蜘蛛喔 蜘蛛人啊 你以為你是蜘蛛人啊 露露露露 蝦子爬到我腳上了啦 對 我看看 牠太蝦了吧 牠太蝦了吧 不是耶 不是喬喬 不是 牠沒有噓噓耶 這有一個喬喬的尾巴啊 這個是青蛙的小朋友啊 蝌蚪在變形中 小蝌蚪要變成小隻了 喔 或許是我的抓下技術實在太爛了 就連變形蝌蚪都看不下去了 看來我得再加加油才行 好 有 有 跳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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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了地獄之虎 不過我也滿頭汗 好辛苦啊 對啊 為什麼已經抓了滿頭汗呢 蝦人不好當啊 雖然我已經是汗流餘下 但看到水桶內的蝦蝦才那麼幾隻 馬上又激起了我的鬥志 突然覺得我的眼睛好像比蝦子還要瞎 因為好像都看得不是很清楚 這裡 跳起來 有了 有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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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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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抓半天啊 哇 哇 這些蝦子太厲害了 哇 哇 哇 又抓到了一隻 YA 作戰成功 哈哈 在星光的陪伴之下 經過了一個鐘頭 我們要宣布戰果了 登登 哇 還有手上的這一隻 有沒有一窩子黑黑的 有14隻蝦子加一隻螃蟹 就是我們今晚的戰 這樣子我們還算合格啦 對啊 蝦子陪我們過了愉快的一晚之後 我們現在要讓牠回歸自然啦 對 謝謝你們啦 陪我們度過這麼愉快的一晚 我們今晚要去寬國啦 好 再見啦 回到你們自己的家去吧 再見了 小蝦小現了 祝你們有個美好的夜晚 再見了 再見